欢迎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呢 27岁的Lana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位隐形艺术家 她在纽约开办了一场看不见的艺术展 要观众去理解她的创作理念 因为她花了无数小时在绘制每一个小地方 根据媒体报道 Lana在自己的网站上列出了十幅画作 并声称有人愿意花百万美金买下自己的作品 Lana说她的作品会随着人们的需求而改变 大家可以自己想象着眼前所见的是一幅画作 或者是一尊雕塑 其实艺术就是一种想象 再来看这条微博 智能手机的出现让用餐足变成了低头足 为了鼓励顾客放下手机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美国餐厅 不惜用打折和现金的方式 奖励以良好餐桌礼仪享受美食的顾客 奖励不玩手机的顾客成为全美各大餐厅的新趋势 新泽西州的Station餐厅表示 如果顾客能在整个用餐时间不碰手机 餐厅就给5%的折扣 他们希望人们能够多多交流 其他餐厅业者也纷纷表示 他们厌倦顾客低头专注于手机的景象 这好像没人在享受美食与同伴相处的时光 那你是低头足吗 你觉得这个打折的方式的诱惑够大吗 最后来看这条微博 根据内地媒体报道 东航引进的首架波音777-30012飞机 昨日飞敌广州白云机场 其中座椅最大的特点是 首次在头等舱采用了一套丘比特座椅 相邻两张独立的座椅平方后可变成一张双人床 东航工作人员称若这两个座位的乘客并不相识 可保持座位之间的间隔 若是夫妻情侣便可以根据需要变成大床 乘务人员会提供夜间铺床服务 目前这架飞机从今天起飞 执行金户航线到11月份后 就会直飞浦东洛杉矶航线 及浦东到纽约的航线 到时候打算回中国的朋友们 可以好好体验一下了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